走進千平大的舊職場 已不見當年的熱鬧人氣 三根直挺挺的大金蟲 雖然不再運作 卻成了歷史的見證 風險的這一段繁榮史 因為深度之旅再度掀開 我們翁子裡 翁舍裡 翁舍爭的 其實很多像我們這一輩的 年輕人 五六年級的 都是永峰的 吃的量子最大 為什麼 因為當地非常多 全盛時期大概將近一千多人的工人 都是有在地的這樣的一個居民 來那邊工作 養活他們一家人 再往前走兩三百公尺 就是有著濃濃日式風的翁子博校 這裡是台中少數保留完整的 知具實習老校 同樣有說不盡的歷史點滴 這叫炸彈鐘 那是以前我們上課的時候 上下課因為沒有那個電鈴的鐘 所以都用這個敲我們的校工楊伯伯 都會來敲這個鐘 通知我們上下課 對啊 我們在教室裡面 就很期待這個鐘聲 時間一到就趕快往外衝來站 來站位子打棒球啊 玩土壁球啊 從前的時光無法找回 但許多歷史痕跡還是保留在社區當中 歐子社區就處處充滿故事 為了跟大家來分享地方之美 普魯敦公共發展協會在網路上 也發起減碳半日游的活動 帶領遊客搭公車徒步漫遊地方 也吸引許多親子團參加 很充實 就是有運動到 然後又體驗到那個真實版的公車這樣子 對 還蠻有人文風情的一些地方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我覺得真的是要保存這樣子 讓小朋友跟大人來知道地方的文化 而且這個很深層的意義 這趟半日游除了就職場 老校 還走訪冰地方的百年土地公廟 以及手工面線 實地的親身走訪大小朋友更能有所感受 台灣這片土地有溫度 有故事 處處都值得大家探索 是林家話 台中同島